原中共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原中共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原中共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原中共政治局委员、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原中共政治局委员、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等等 大家想 中共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带头贪腐 他领导下的公检法司各级官员能不吃了原告吃被告吗 徐才厚、郭伯雄、两个中央军委副主席带头贪财好色 军队又能有好的风气吗